Uni 8 2-stage optimization for nominal the best problems 因此在这个旺木的悬备梁设计里面 我们希望达到K值等于1 那么我们利用实验计划将控制因子放在L9 干扰因子放在L4 然后我们进行实验计划 我就可以得到这一个训造笔的折线图 那接下来我利用一个参数设计的方式 找出最佳的一个参数组合 分别是H3 B3 L3跟E1 而得到它的平均K值等于0.89 可是正如同前面所提到的问题 0.89虽然训造笔是极大化的 但是它并不在我的目标值K等于E的需求上 这时候我们就希望能够将我的输出平均 经过某些参数的调整 使它能够移到我的目标值上面 但是我在这移动过程中 我又不希望将我第一阶段的 训造笔极大化的努力给它白废掉 接下来我们先用一个图形的方式 来说明这所谓二阶段最佳化的概念 一开始我们有一个初始设计 那它的分布假设是像这样子 可能它的迅造笔并不是太理想 所以经由参数设计之后 我们找出一个最佳的参数组合 它的迅造笔可以被极大化 相当于从A我移到另外一个点 这个点它的分布是比较集中的 那它的迅造笔也是最大的 可是我的目标值是在这里 它的平均值离目标还一段距离 因此所谓二阶段最佳化 它的目的就希望在第二阶段的时候 我能够将我的平均值把它移到目标值上面 而这里我们会用到一个因子 称之为叫做scaling factor 调整因子 而在这调整的过程中 我并不希望我的迅造笔的努力被改变 也就是说我在调整过程中 我希望迅造笔仍然是维持极大化 那怎么做 还有这个调整因子要怎么选择 才能够使得我在第二阶段调整的时候 不会影响到我的迅造笔 我们前面在讲有关于望木形迅造笔的时候 我们有推导它的一个公式 那我们也提到了 我们用到了一个叫做scaling factor 将我的平均值调到目标上面 因此我的调整后的MSD 经过改变之后得到我的迅造笔的公式 是等于y平方除以标准差的平方 而这里的调整因子scaling factor 它对于平均值跟标准差的影响 是一个等比例的关系 也就是说 原本我的平均值跟标准差的比例 平均值调整到一个新的平均值之后 我的标准差也会改变 可这改变会呈现一个常数的关系 所以就会发现说 我们假如能够找到这个scaling factor 那么我改变之后 两个既然是等比例 那也就是说 它对于我的迅造笔是不会有影响的 因为我的迅造笔定义是 平均值除以标准差的平方 而这个调整过之后 这两个数值仍然维持一样的话 那么我的迅造笔也会维持一样 那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特性来找出 到底哪一个因子适合作为我的比例因子 为了能够找出我们的scaling factor 这边我们先将我的控制因子 针对它对于平均值以及它对于迅造笔 是否有影响来进行分类 所以我们在做折线图回应表的时候 就可以如同刚刚的迅造笔一样 我们做另外一套 针对它输出平均它的折线图是如何 假如其中有一个因子 它对于平均值在三个不同水准之下 它的折线图像这样子 而对于迅造笔 这因子在三个不同水准之下 那它的影响是像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因子在变动的时候 不仅平均值会改变 那么迅造笔会改变 我们把这一类的控制因子 称之为叫做type1 第一类的控制因子 同样情况 若是我们发现在它的输出的结果 对于平均值是像这样的情形 平平的 所以这个因子不同水准的时候 我的平均值是没有什么太大改变的 可是迅造笔是有改变的 把它称之为叫type2 同理它若是反过来 对于平均值是有影响 而对于迅造笔是没影响 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做第三类的控制因子 但是若是对两个都没什么影响 都相当的平 那我们把它称之为叫第四类的控制因子 我们就将平均值跟迅造笔的影响性 针对每一个控制因子 我就可以分成这四类 那正如同刚刚所提到的 我们希望找一个scaling factor 它是对于迅造笔是没有影响的 可是我们希望调整这个值 能够将平均输出调到目标 在这里你会发现type3也就是第三类的控制因子 正符合我们的需求 因此我们就可以从这个分类过程中 从第三类因子里面挑一个适合来当做 我们的比例因子 进而来进行二阶段最佳化 我们用刚刚的玄比利亚弹簧的例子 我们就可以得到两组折线图 第一组是原本我的迅造笔的折线图 同样的你针对这个控制因子 它的平均输出是如何 我如法炮制可以得到一样的回应表 还有它的一个折线图 利用这两组折线图 我们来针对这四个控制因子 B H L E 先来进行一个分类 看它是属于哪一类的控制因子 从第一个B而言 B它对平均的影响是像这个样子 而对于殉造笔的影响是蛮平的 所以针对我们刚刚的分类 它就是一个第三类的控制因子 接下来针对H 它对于平均值的影响是有存在的 而对于殉造笔你可以发现 影响也是非常的明显 因此它就属于第一类的控制因子 同样的L跟E对于平均都有影响 可是殉造笔相对也是非常的平坦 那它也都是属于第三类的控制因子 所以这边我们有三个三类的控制因子 B L E 那你要选择一个来当作比例因子 现在就是选哪一个 在选择比例因子的时候 我们要顾虑两件事情 一件事情就是它必须要能够自由地调整 有的时候它并不适合自由调整 像我的阳式系数它代表是材料 你可以选择A B C的材料 但是你没有办法去指定某个特定的 阳式系数的材料 所以像阳式系数基本上是一个离散变数 它就不适合当作一个比例因子 第二个原则就是 你在调整这个比例因子的时候 你希望它移动的成本或移动的困难度是比较低的 所以针对这个原则 你来选择从B跟H里面选择一个当作比例因子 再回到刚刚的一个数值之后 我们可以来看看针对那几个例子 H是一个第一类的控制因子 自然我们目的就希望选择水准数 在这里是H3 因为它的一个迅速比可以把它几大化 接下来E因为它是一个离散因子 它不适合当作B的因子 所以我们也把它当作一个极大化 在这里你会发现它E1是比较大的 这边有提到说 因为它是没有办法自由调整的因子 它是离散因子 接下来就剩下B跟L B代表是悬臂弹簪的一个宽度 而L代表是悬臂弹簪的长度 那么你觉得在调整长度比较容易 还是说改变宽度会比较容易 那这就看个人的选择 在实际案例里面 可能长度的调整会比较容易把它切短 可是把宽度变小的话 你可能整个侧面来做一个研磨 相信它困难度会高一点 所以在这个例子里面 我们就选择长度L 来当作一个scaling factor 因此B在这边虽然是第三的因子 但是它在第三水准的时候 它的选招比稍微高一些 因此我就把它当设定在B3 最后我的剩下L L的话因为我把它当作一个scaling factor 所以我就不去顾虑 哪一个水准选招比会最高 而是我用可能最简单的方式 利用trian error的方法 我来改变L的大小 来看看怎么样改变 它的目标值平均输出会刚好K等于1 那我借由调整L之后 那我目的希望K等于1 那经过几次调整就发现 搭配着前面这三组参数 我L如果是等于51.99的时候 那我经过采样 外资交表采样 它的平均输出K会等于1 这样就达到了我第二个阶段 将我平均输出移到目标值的一个目的 接下来我要进行验证实验 一开始我用第二水准 因为它是三水准 我们在第二水准之后 当作一个初始的设计 B2 H2 L2跟E2 那我来看看 它经由外资交表的影响之下 它的平均值标准差训造比 像这样子 同样的 针对我刚刚找出的一个最佳设计 二阶段最佳化之后 那我的参数得到的值 像这边 那如同刚刚所谈到的 L这个值 它并不在一个特定水准上 因为我经由trian error去移动 目的就像我的总体的平均K值 可以让它在目标值 K等于1 所以这个时候 它的训造比结果是在这里 那我们来看一下整个分布的结果 用它平均值标准差 来看看它的设计成果如何 一开始初始设计 它的平均值标准差是像这个样子 若是我只利用一个一阶段的最佳化 也就是直接将参数设计 设定在使得训造比最极大化的水准的时候 那我得到的结果是在这里 26.7 的确你可以看到 它的一个标准差是缩小 变成从0.054缩小成为0.041 而你可以看到它的图形分布是在这里的 可是它的平均值并没有在目标值1上面 利用我们刚刚二阶段的最佳化 那我就可以找出所谓的比例因子之后 那我利用L当作比例因子 重新设定L的心值 使得我平均值变成K等于1 那这时候移到我的目标上 就像这个红色的这条线 那这个跟我初始设计都是在目标值上面 而同样的它的标准差比初始设计 还是来得小的 那我们来看看这时候的训造比 这时候训造比得到的结果是26.69 你会发现 跟我假如直接用一个阶段最佳化 得到的结果26.7 事实上是非常接近的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我们采用了一个比例因子L 而L是属于第三类的因子 这第三类因子调整的过程中 它只会影响我的平均值 但是对于我的训造比 并没有太大的影响 它是对于标准差跟平均值 是一个等比例的影响 所以你可以发现 它的训造比仍然维持 原本一阶段最佳化的成果 所以借由这方式 对于望目的例子 填口提出了这个所谓的 二阶段最佳化 这样子我们不仅可以达到 训造比极大化的目的 又可以达到我的平均输出 是在目标的一个需求